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故事连结于主耶稣的受苦受难受死 还有祂从死里复活 对我们的生命带来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拯救 怎么样的一个改变 跟我一起翻开你的圣经 我们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八节 在这里主耶稣对门徒们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耶稣在对门徒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是 门徒们是孤儿吗 好像不是我们所谓没有父母亲 从小在孤儿院育幼院长大的孤儿 那耶稣在说的是 什么样的孤儿 为什么会称门徒们为孤儿呢 东姐妹你要知道 当耶稣在对门徒们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的时候 其实是在对门徒们心里面的一个状况 也是人类都活在的一个光景当中 叫做无腹的状况 孤儿的心 那个无腹的状态 孤儿的心 是从亚当跟夏娃 当他们犯罪 离开神之后 他们感受到的那种隔绝感 又可以称为叫做孤儿感 所以东姐妹你要知道 在我们里面 每一个人其实都面对的 跟耶稣所说门徒们 他们在所处的光景 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里面有这个孤儿感 我们里面有这个隔绝感 而主耶稣 还在十加上 正是为了要处理 解决这个孤儿感 跟隔绝感 而今天我们要来看的 圣经的人物非常非常的特别 他可以帮助我们明白 这个孤儿感跟隔绝感 其实怎么样影响我们的思维 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我们要来看的 这个人物 是跟主耶稣 受苦受难受死 非常有关联的一个人物 这个人名字叫做犹大 没有错 就是出卖耶稣的犹大 为了三十两银子 最后出卖了耶稣的犹大 那当我们来看犹大的故事之前 我要在这边稍微提一下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认知里面认为的犹大 因为旧约 已经预言到 他会出卖耶稣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犹大 他就像是个悲剧英雄一样 好像出生之后 他就是要为了完成这一件事 以至于耶稣可以受难 受苦受难受死 挂在十加上 为我们牺牲 所以我要稍微先解释一下 犹大不是活在一个 他没有办法选择的人生剧本当中 然后他必须要扮演这个角色 犹大出卖耶稣 是他自由意志的选择 所带出来的行为 那你说可是旧约 很早就已经预言到 他会做这一件事 哥们姐妹你要了解一件事 当在旧约里面的预言 或者是任何的一个预言 其实是逻辑是这样的 我们知道我们人 是受到时间的限制 可是神不受时间的限制 我们面对的是我们的现在 面对我们的过去 我们充满了懊悔 今天的主题是不要懊悔 不再懊悔 面对到我们的现在 我们有很多的彷徨 面对到未来 我们有很多的未知 感觉到恐惧 可是神同时间 面对到我们的过去 面对到我们的现在 也面对我们的未来 所以旧约的预言 所有的预言 其实是什么 是神已经在未来 看见到犹大 他自由意志所做的选择 而在以前就记录下来 所以那个逻辑是 不是犹大没得选 人生剧本已经写好了 他的命定呼召都已经写好了 他就按照剧本的发展 做出出卖耶稣的选择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我们就没得好谈了 但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一件事 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 到接下来我们要读的圣经 后来他的后悔 在后悔当中最后所做的选择 都是犹大自由意志 所做的一连串的选择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在马太福音第27章 马太福音第27章 第三到第五节 我来读给大家听 这边说 这时候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把那三十块 把那三十块钱 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他们说 那与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吧 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 出去吊死了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父神们奉主耶稣的名 来到你面前 主我们渴望真实遇见你 我们渴望今天早晨 圣灵你赐智慧跟启示灵 帮助我们能够更认识耶稣 我们也奉主耶稣的名捆绑 也就使我们心思意念分心 搅扰我们的灵 没有办法专注的黑暗权势 我们命令你从我们当中 完全的离开 怎样我们的心意夺回 降服于主耶稣基督 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祷告奉靠绝书的圣名 阿们 刚才我们所读的 这段经文里面说到 卖耶稣的犹大 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 就后悔 所以这边讲到他后悔 那这个后悔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们继续来看下去 他说他把那三十块钱 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 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 是有罪了 这个后悔 我们再帮他定义一下 犹大说 圣经上说他看见耶稣被定了罪 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就后悔 那个后悔其实是 后悔到一个地步 你看他把他之前出卖耶稣 所得来的三十块银子 三十两银子 拿回到祭司长跟长老面前 然后说什么 他说我卖了无辜人的血的罪 无辜人的血 我是有罪的 所以后悔跟什么有关系 跟罪疚感有关系 后悔跟罪疚感有关系 而这个罪疚感 其实带来的是什么 带来的是控告跟定罪 有一个声音在他里面 不断地告诉他说 你有罪了 你犯错 而且你有罪 而且这个罪在你身上 You have to do something about it 你必须要 让你的罪疚感 可以清神一点 所以他选择什么 最后 这个后悔 你知道这个控告跟定罪 到一个地步是什么 他不只是 把三十两银子拿回到 祭司长跟长老面前 可是祭司长跟长老的回应是什么 这跟我们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 那自己承担 罪疚的结果是什么 他就选择 上吊 自杀 所以我们知道是 是这个懊悔 或者是这个罪疚感 让犹大最后选择 出去吊死 是这样一个控告跟定罪 让他做这样一个选择 可是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个问题 就是 是什么原因 我们知道什么原因 让犹大伤掉自杀 但是是什么原因 让犹大出卖耶稣 这个我们比较少谈 你说三十两银子 他为了三十两银子 他选择出卖耶稣 可是为什么 会为了三十两银子 这是我们要来思想的 三十两银子是结果 你可以说三十两银子 是一个bell out 他最后觉得 用出卖耶稣 来换三十两银子 可以给他一些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要一起来谈的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知道的是 罪疚感 或者是控告跟定罪 让他选择最后了结自己的生命 可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事 同样的罪疚 同样的罪疚感 也使他选择出卖耶稣 出卖耶稣 那你会说 罪疚通常不是当你犯了罪之后 才会有罪疚感 我们刚刚讲到 那种有罪的感觉 是伴随的是一个控告的声音 是一个定罪的声音 可是你说犹大在 还没有出卖耶稣之前 怎么会有罪疚感的问题呢 怎么会有控告的声音 会定罪的声音呢 让我告诉你 我们刚才一开始讲 耶稣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们谈到的是一个孤儿感 跟一个与神的隔绝感 我要告诉你 光是在孤儿感跟隔绝感里面 本身就伴随着 控告跟定罪 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 你想象一下 犹大就跟你我一样 当他选择跟随耶稣 这也是他的选择 对不对 你可以想象 犹大是一个非常上进的年轻人 有恩赐 有才干 有能力 因为我们知道 在门徒门当中 管理前囊的是犹大 意思是他有管理的恩赐 你可以想象 当他在跟随耶稣之前 他可能在 他的人生的成功的跑道当中 可是有一天 耶稣呼召了他 所以他也回应这个呼召 但是我们从 所有的门徒门当中 我们看到一件事 就是他们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 其实他们对耶稣有期待 对自己跟随耶稣 也很有期待 这是为什么 后来我们看见到 约翰跟雅各 找了妈妈来 跟耶稣来求卡位置 一个要坐他的左边 一个坐他右边 因为他们觉得 耶稣要坐王 所以他们对耶稣充满了期待 他们也对跟随耶稣的他们 应该会有一个 更美好的未来 有期待 犹大也是 在犹大跟随的三年半当中 你就发现一件事 犹大发现 包括我们每一个人 跟随主的时候都会发现的 就是我们的主 真的有的时候不按牌里出牌 他不太照着我们的期待 照着我们想要他做事的方式 照着我们想要的schedule 让事情发生 让事情成就 每一次百姓 拥戴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选择 一个人默默的 去到下一个城镇 耶稣好像不受控 跟犹大的期待很不一样 圣经上说 犹大后来 他甚至是会 从他管理的钱囊当中 偷偷的A钱 偷偷的偷钱的 那为什么 你一定要想 就是在他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 他面对了一些内心深处的挣扎 那个挣扎是 我到底有没有做对选择 到底跟随耶稣 是对的选择吗 好像走了三年多 我的人生并没有更成功 我的事业 我的成就 并没有跟我同财 比较起来 更了不起 他里面开始充满了很多的怀疑 到底 到底我是否做对选择 还是我浪费了 我浪费了我的生命 我浪费了三年半 走了三年半 我好像还在原地打转 我以为会发生什么事 结果都没有发生 丢姐妹你要知道那三十两银子 我们英文叫做bail out 因为他觉得 他觉得好像这三十两银子 可以帮助他再找回他的那个身份感 价值感跟满足感 丢姐妹就像犹大一样 其实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在每一个阶段 在每一个阶段 你发现我们都在听什么 听这些控告跟定罪的声音 你还没有做任何的措施 可是这个控告跟定罪的声音 从小到大 就充满在我们的思想的里面 我最近跟我的孩子们 他们刚刚开始进入到 所谓的青春期 那我就跟他们谈 他们就在一个很大的 焦虑感的里面 所以有一天晚上 我跟亚文 就带着我们的孩子说 你要不要把你的恐惧 惧怕交给神 那我们就开始问说 你里面怕什么 你里面在担心的是什么 他就开始把一个一个写下来 他就写 他就写 fear of missing out 他很害怕 会错过一些好的机会 他很怕会做错决定 他很怕会被拒绝 他很怕会不符合期待 他很会怕无法达到标准 他怕来不及 他里面总是有个声音说 来不及了 来不及什么也不知道 但是就是来不及了 他很怕失望 很怕自己不完美 被人发现 兄姐妹 我要说的是 没有人教他们 要怕这些东西 可是你就发现 这些的声音是我们从小到大 不管你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 求学阶段的时候 声音听起来像这样子 出社会的时候 声音听起来还是这样 当你成家立业的时候 当你有孩子的时候 我要告诉你 那个声音仍然存在 兄姐妹你知道这是一个 什么样的声音吗 这样的一个控告跟定罪 其实是来自于我们里面 内心孤儿的心 在一个隔绝的光景当中 所会有的声音 那个声音最终极 要告诉你什么 就是You are not good enough 你不够好 你不够好 那个声音会把我们 我们长时间在这样一个声音的里面 你知道我们会 为了要证明我们够好 因为怕来不及 你会怎么样回应 你会更努力 怕失望 你会更白上 更牺牲 怕无法达到标准 因此你比别人 更鞭策你自己 更要求你自己 你知道犹大 是在什么样的光景当中 什么样的状态的里面 最后选择 用三十两银子 来出卖耶稣吗 就是在这样一个控告 定罪 羞耻的里面 其实他做对的选择 跟随耶稣 可是在跟随的过程当中 有太多这些负面的声音 在他的脑海的里面 他尝试要更努力 更付出 更牺牲 更奉献 你要知道 这种孤儿感 永泽 你要明白 这种孤儿感 这种隔绝感 其实我们人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常常会做的 回应是什么 撒加利亚书 这个我们常常用的经文 撒加利亚书 你们说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 耶和华的灵 神的灵 方能成事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神的灵 方能成事 来 注意听 我们知道 不是依靠势力 不是依靠才能 可是我们通常 最习惯的是 当我们活在 这种控告的里面 当我们活在 这种罪疚的里面 我们第一个 依靠的就是 势力跟才能 那势力是什么 势力就是更努力 我们用我们 更努力 更付出 你知道 对大部分来讲 其实我们 我们的身份感 价值感跟安全感 都是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我们的付出 来自于我们的摆上 因为我们觉得 那是我们可以掌握的 所以很多的时候 在这种声音的里面 不管是对孩子来说 对成人来说 对每一个阶段的人来说 当我们活在 孤儿的光景当中的时候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的事 我们会把自己 逼到一个死胡同里面 因为我们在 不断地付出 摆上 努力的过程当中 我们感觉到 筋疲力竭了 所以势力讲到 我们更努力 更多的工作 更多的付出 更多的价值 来自于我们的工 才能讲到的是什么 讲到的是 我的willpower 我用我的意志力 努力跟决心 当我发现 我生命当中 有一些软弱的时候 当我发现 我生命当中的 不足的时候 当我觉得 我不够好的时候 Guess what 我们会怎么做 我们会鞭策 我们自己 我们会告诉 我们自己说 我需要改变 我需要更努力 我需要改变 我的个性 我需要改变 我的脾气 我需要改这个 我需要改那个 我需要做这个 结果是什么 当我们依靠 势力跟 依靠才能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像是 犹大一样 那最后 犹大怎么了 犹大 最后 用尽自己的方式 精疲力竭 到一个地步 是当三十两银子的 诱惑出现的时候 他就妥协了 弟兄姐妹 我要说的是 很多的时候 在我们依靠 势力跟 依靠才能 当中尝试要解决 我们生命的问题 尝试要解决 这个孤伪的光景 尝试要解决 这个隔绝感 或者是这些的 控告跟定罪 在我们的里面 答案是 结果是什么 你会在你的 势力跟才能当中 最后burn out 到一个地步 当诱惑试探来的时候 你已经在绝望当中 你已经精疲力竭 到一个地步 你已经想要放弃了 所以在诱惑试探的里面 你就跌倒了 那 我跟你解释一下 在这个地方 因为你 其实某种程度 你没有犯罪 你还没有做出一些 会令你懊悔的行为 你只是对你自己的状况 有很多的懊悔 只是对你自己的状况 有很多的不满足 那我们刚刚讲 这也是一种 控告跟定罪的声音 可是当你尝试用 势力跟才能 去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最后会怎么样 最后会让你 陷入到一个 实质的软弱的里面 那当你 你知道 当你犹大 真的出卖耶稣之后 我们讲 之前就有 控告跟定罪的声音 可是 之后的 控告定罪的声音 那就不一样了 那个层次 那个档次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里讲是 你不够好 所以你就鞭策 你自己 要改变 鞭策 你自己更努力 可是到这里的 控告跟定罪 是有人证 有物证 你真的做错了 而且真的软弱 所以 他出卖耶稣 换的三十两银子 弟兄姐妹 你要知道 这三十两银子 原本他觉得 可以给他 身份感 安全感 价值感的 三十两银子 现在变成 他的罪证 所以那个东西 他连拿都不敢拿了 所以他把这个 带回到祭司长 跟长老的面前说 我卖了无辜人的血 我有罪 然后祭司长 跟长老怎么说 嘿 干我什么事 你自己承担 你知道仇敌魔鬼 最可怕的地方 是什么 在这里他告诉你说 你不够好 你要更努力 更摆上 你要更牺牲 更奉献 更多的依靠你的势力 依靠才能 解决你现在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是当你 真的软弱 真的跌倒的时候 他立刻跳过来说 你看看你 这位爱你的耶稣 你竟然出卖他 你对得起他吗 你怎么可以 你知道 那三十两银子 在控告跟定罪的声音当中 我告诉你 成为最后压垮他的 所以他三十两银子 他是丢回到 祭司长老前面 然后这个罪疚感 这个罪疚感 是他没有办法摆脱的 这个罪疚感 你们你要知道 要处理罪疚 只有一种方式 要处理罪疚 只有一种方式 就是必须经历刑罚 让我再跟大家解释一下 罪疚 罪疚 之所以带来的控告跟定罪 不管是在你还没有犯罪之前 或者你犯罪之后 它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窃取我们心里面的平安 这边的罪疚 控告跟定罪 窃取你是谁的平安 所以你尝试用各种方式的 无花果树的叶子 世界的成功 来找到你的安全感 这里的罪疚 仍然是在窃取你的安全感 平安 可是这里 已经人证物证都有 那里说你不够好 这里告诉你 你真的是一个烂人 你真的是一个糟糕的人 不配得耶稣拯救的人 是让神失望透顶的人 你失去了平安 兄姐妹答案是什么 那面对罪疚 我们是否有答案 面对我们里面的孤儿感 隔绝感 有答案吗 我要跟你分享 上个礼拜 我们庆祝复活节 在复活节的前几天 就是受难日 就是主耶稣 为我们受苦 受难 受死在十架上 我们知道 祂担当了我们的罪 可是我要告诉你 在十架上 祂不只是担当我们的罪 你知道在受难日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默想 耶稣在受难当中 挂在十架上 祂讲了七句话 我们称这个叫做 十架七言 今天我要跟你分享 祂在十架七言当中的 第四句话 当耶稣挂在十架上的时候 祂说神啊 神啊 你为何离弃我 这个在永恒当中 与父神合一的 耶稣 完全活在父的同在的耶稣 在十架上 祂经历了与父的隔绝 祂说神啊 神啊 你为何离弃我 东西没有要告诉你 父为何要离弃耶稣 是因为 你我 在这里活在一个 孤儿的光景当中 我们活在一个被拒绝 不被接纳的里面 在这里 我们活在一个 无腹的光景里面 主耶稣说 我不只是要担当你的罪 我也要担当 你心里面的那种离弃感 我要担当你心里面的 那个被拒绝感 我要来医治 恢复你里面 那个无腹的空缺 以至于你永远 是被接纳 永远是被爱的 You are good enough 利用姐妹 耶稣在十架上说 父啊 你为何离弃我 因为我们里面 一直在挣扎的是 我很怕 做错选择 我很怕 有一天我不符合期待 被淘汰 有一天我没有办法 达到标准 被厌弃 我怕我来不及 我怕失望 我怕自己的不完美 有一天被发现 耶稣在十架上 弟兄姐妹 耶稣在十架上 完全地担当 我们里面那最深的 孤儿的感 隔绝感 以及我们一生 永远不需要再担心 被离弃 被撇下成为孤儿 不够好被遗忘 做错选择 被失望 我们永远不会活在 We are not good enough 的这样的一个控告 也不够好 这是主耶稣在十架上 为我们所成就的大功 可能你说 可是我像犹大一样 我真的在我的努力当中 我尝试要用我的意志力 我的决心来改变我的生命 可是在筋疲力尽当中 我面对到诱惑试探 我妥协了 我软弱了 我现在所面对到的 这种罪疚 不是我不够好 所以我是一个烂人 我连看自己生命当中的不堪 我连自己都没有办法 原谅我自己 你可能就像犹大一样 犹大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 要解决他的罪疚 我刚才说过 必须要有对应的刑罚 因为刑罚才能够真正解决 罪疚感的问题 犹大照着长老们 跟祭司 祭司长的建议 他选择自己承担 这个刑罚 所以他上吊自杀 兄姐妹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犹大的罪行 出卖耶稣 严不严重 严重 但是我要跟你分享 另外一个耶稣的门徒 叫做彼得 彼得三次否认耶稣 三次否认耶稣的彼得 其实耶稣之前就已经讲 你会否认我三次 彼得还夸大口说 就是与你下到尖里 就是与你一同死 我都愿意 意思是说不可能 耶稣你不懂我 你不了解我 彼得后来有没有懊悔 也有懊悔 而且他懊悔到一个地步 他觉得 主不可能再呼召他使用他 所以他回到加利利海那里 他重操旧月回去捕鱼了 但是 复活的耶稣 我在说 复活的耶稣 复活的耶稣 那一天 来到加利利海旁 为门徒们准备早餐 特别 恢复 彼得的心 我要说的是 面对真实的罪疚感 就算是犹大 出卖 在耶稣的这样的一个罪行 我相信的是 如果 如果 犹大在等几天 如果犹大在等几天 我相信我所爱的这位主耶稣 一定会亲自向犹大显现 会跟他说 It's OK 可是你说这样的一个 罪疚感的除去 不是需要刑罚吗 以赛亚书53章第5节这边说 这个经文是讲到了 受难的弥赛亚 说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什么 平安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 医治 因他受的刑罚 弟兄姐妹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可以得到什么 平安 耶稣挂在石架上 他不只是担当了你我的罪 他也担当了彼得三次否认耶稣的罪 他同时也担当了 犹大 犹大为了三十两银子 出卖耶稣的罪 但是耶稣 跟祭司长老们很不一样的事 祭司长老们说 你跟我们有什么相干 你自己承担 犹大你自己承担 你该面对的刑罚 因为你卖了无辜人的血 你是有罪的 仇敌魔鬼会说 面对你的罪疚 你自己承担吧 可是我要告诉你 主耶稣会说 因我受的刑罚 耶稣没有让我们任何一个人 要面对 要承担 单独承担 我们的罪行 所应对的刑罚 No 这个救赎最奇妙的地方是 他说 犹大你的刑罚 是 这样的一个出卖 可能需要的是死刑 所以如果你自己承担的话 你需要 致死你自己 可是主耶稣说什么 我受苦 受难 到受死 因我受的刑罚 你们可以得 平安 弟兄姐妹 意思是说 没有任何一个罪 没有任何一个罪 是主耶稣在石架上 所经历的刑罚 没有办法解决的 没有任何一个罪疚感 是耶稣基督 所付上刑罚的代价 不能挪开的 意思是什么 弟兄姐妹 你要清楚知道 他应许 平安 给予他每一位儿女 我们刚才谈到罪疚感 窃取的是 我们内心身处的平安 在什么都还没有做的时候 你就觉得自己不够好 那个不够好 其实让我们活在焦虑 恐惧 压力当中 面对这样的光景的 弟兄姐妹 主要对你说 我担当了所有的离弃感 隔绝感 孤儿感 以至于你永远是活在我的爱里面 你可以有平安 面对 你活在控告 因为你真的犯错 不管是信主之前犯错 或者是信主之后犯错 不管是你能不能够原谅你自己的错 今天主要都要对你说 没有任何的罪疚感 是我所付上代价经历的刑罚 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且我要告诉你 对犹大来说最深的控告是什么 他看到耶稣已经被定罪 意思是说 耶稣会死 面对耶稣的死 他觉得 他没有办法放过自己 所以他也选择跟着耶稣死 我要告诉你 复活的耶稣 我们上礼拜庆祝他的复活 意思是说 犹大你觉得你做的最糟糕的事情 把这位爱你的耶稣 这位世界的救主 让他死 你以为这是不能够被饶恕赦免的罪 因为耶稣死了 可是我要告诉你 耶稣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 哈利路亚 意思是说 犹大 你只走完一半 你如果再等几天 耶稣的复活 带给我们何等的盼望 特别是在罪里面被挟持的人 何等的盼望 因为他担当了所有的心法 一句我们可以有 从他来的平安 我们一开始的经文谈到的是 在约安福音 那边讲到 他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十四章 我逼到你们这里来 在十四章的后面 耶稣说 我留下平安给你们 我所赐的平安 我所赐的平安 不是世界的平安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绝书说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留下我的平安给你们 为什么 因为不再有孤儿感跟隔绝感了 因为我已经担当了 所有的隔绝跟理器 所以我留下平安 每一位我的儿女 都有平安 他说 我将我的平安 是主耶稣的平安 是在风浪当中 可以整着睡觉的平安 是可以平静风浪的平安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这个平安 不是世人所赐的 世人所赐的平安 要感觉到 好像达到一个目标 一个成功 要有丰功伟业 不 主耶稣赐的平安 是让保罗 希拉盖在监牢里面 仍然能够唱诗赞美声 那个平安 是胜过环境的平安 那个平安也胜过 你的软弱的平安 跟你羞愧的平安 因此他说 你们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弟兄姐妹 我相信今天早晨 主要再次把她的平安 释放在你的心里面 所以我想邀请 我们的弟兄姐妹 有一点的时间 把你眼睛闭起来 就在你所在的地方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我不知道今天主 透过这篇信息 在对你说什么 我知道 我们每一个人 都像犹大一样 我们里面有很深的挣扎 里面有很深的怀疑 有很深的恐惧 因为这些的控告跟定罪 是我们那么熟悉的声音 告诉我们说 我们做错选择了 告诉我们说 我们不够好 告诉我们说 我们来不及了 告诉我们说 我还要做得很多 我才能够怎么样 今天主耶稣 要对你说 我在十架上 经历了隔绝 经历了离弃 以至于你可以永远 活在父的接纳里 父的宝宝里 不是因为你做对事 不是因为你做对选择 也不是因为你带着 一个漂亮的成绩 但来到父的同在里 那是因为你是他的儿女 他用完全的爱 爱你 如果这是你的话 我要邀请你 这时候把你的手 按在你的心上 今天天父的爱 要来医治你孤儿的心 今天天父的拥抱 要除去我们里面 所有的隔绝感 跟离弃感 让我来为你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奉主耶稣的名 来到你面前 我为每一位 利用姐妹祝福 特别是手按在心上的 利用姐妹 主你知道我们一直在挣扎 我们在这些孤儿的 声音的里面挣扎 我们在这个隔绝感的 声音里面挣扎 我们很想要能够 逃你喜悦 我们想要更好 我们想要更卓越 我们很努力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是否是你 完全接纳 你爱的儿女 但是天父 今天 就像浪子回来一样 浪子还在想要 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爸爸明白 他的心已经回转 甚至他承诺 未来可以做什么事 但是亲爱的天父 就像浪子 比喻的父亲一样 这时候 你用公衣的外袍 为每一位 你的儿女穿上 戴上儿子的戒指 穿上儿子的鞋子 让他们感受到的 不再是不配感 让他们感受到的是 我配的 不是因为我的行为 我配的 是因为父的爱 父的接纳 父的拥抱 因此父神 我向你来祷告 医治 弟兄姐妹的心 你的爱 垂进到他们的心里面 奉主耶稣的名 断开一切的控告 跟定罪 让你长时间 在压力 焦虑 恐惧 害怕的弟兄姐妹 今天在你的爱中 可以安息 可以放松 可以享受 可以领受 从你来的平安 我宣告 主的平安 进到你的心里面 Shalom The peace of God 进到你的心里面 可以把手放下 另外我想问 我们当中 可能有些人 你就像出卖 耶稣之后的犹大 你活在一个 很深的控告 跟羞耻当中 因为人证 物证 都有 你为这个罪 跟神认过 不知道多少次 可是这个罪就感 仍然在你里面 不断地控告定你的罪 甚至你自己 都没有办法 放过你自己 今天我要对你说 在十家上的耶稣 祂说 因我受的刑罚 你不需要再 就罚你自己了 因耶稣受的刑罚 今天耶稣邀请你 放过你自己吧 来领受 祂的刑罚 为你所买赎的平安 没有任何的罪就 羞耻 是在十家上 耶稣所经历的刑罚 没有办法解决的 而且这位耶稣 祂不只是为我们死 祂也为我们 从死里复活 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 你说我软弱 没问题 十家 正式解决 所有人类软弱 跟罪的答案 在耶稣的眼中 你 配得 祂要赐给你的平安 所以我要请你 如果这是你的话 我要邀请你 双手向主举起 今天祂要释放一个平安 在你的里面 是一个出人意外的平安 是一个你可能过去觉得 你不应该拥有的 你不配得拥有的 你可能还在鞭策你自己 你还在责罚你自己 你还在面壁思过当中 但是主今天对你说 停止一切你对自己的刑罚 享受 主耶稣要赐给你的 平安 双手举起 我来为你祷告 父神我向你献上感谢 我向你来祷告 主因为透过主耶稣 在十家上说 经历的刑罚 没有一个你的儿女 需要继续活在刑罚的里面 主我祷告 主让我们放下 放下 我们自己对自己的不饶恕 让我们选择放过我们自己 来领受从你来的赦罪的恩典 让你的意志 进到我们心里面 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 真平安 真正的平安 求你对我们的圣灵说话 让我们进入到 真自由的里面 感谢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